赖清德市长今天不只是到万里而已 他也到了宜兰办签书会 而且这个地点特别选在陈定南纪念园区 原来呢 前法务部长陈定南就是赖清德从政的启蒙老师 1994年当时呢 这个赖清德还在承大医院的时候 决定帮陈定南打省长选战 因此他就踏入了政坛 同时呢 他讲到他在选台南市长的时候 陈定南的遗孀送了陈定南的公式包给他的时候 他也一度哽咽 但在口中这一位打击财团的先驱 前法务部长陈定南的看板前发表新书 对赖清德来说别具异议 六经不认 所以也人事不接受官说 用人为财 当时是我想说你讨厌的时候 或是你生来病例后悟的时候 我看真的是 真大 真亲密欺喜 当年的陈定南不让六亲在宜兰社场跟王永庆辨识辩论 开创种种政治先例都让赖清德敬佩不已 还在新书里提到 1994年自己还在陈大当总医师 决定帮陈定南助选省长 与众不同之处 赖清德助讲就是靠医学术语 用高血压形容黑道 糖尿病讽刺买票 解读政治怪象 当时也因为他的加入 让绿营士气大振 陈大医院总医师赖清德 那一些民进同基层的支持者 说啊 病人有娘的啦 可惜总医师不是最大咖 陈定南最后败北 反而开启赖清德的政治路 2010年选台南市长 陈定南的遗伤 还特地送上陈定南的公事包 再重提这位政治前辈 赖清德忍不住哽咽 迪安经验变成台南新政 赖清德延续成青天的精神 回忆弃义从政的起点 也让大家难得见到他感性的一面 赖清德新闻军 黄地匹 综合报道